邮轮公海游复办之后首航 经过三日两日的行程之后 今早回程了 吴启德邮轮码头负责人期望 未来码头一带可以增设交通设施 方便乘客 星期五启航的首班邮轮经理渔门 南塘海峡前往公海 按同一路线回程 反抵启德邮轮码头 乘客入境的时候 需要完成网上健康申报 有乘客表示旅程开心 很久没有旅行过 还有船上的服务设施各方面都挺好 所以整体来说其实都挺开心的 自然长一点会更好 大家都很受规矩 其实他们精热得很好 还有保持距离也很好 有提醒你们 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有乘客就认为在防疫措施之下 影响了游轮旅游的气氛 没有以前那种气氛 全部都是很平淡的东西 以前又有歌舞又唱歌 现在就一个人唱 没有练习 什么都没有 吃饭的那些等太慢了 煎个蛋也要半个小时以上 你又要人打心上船 坐四个后面站三个 我们想一群一起坐六七个人 首航大约一千个乘客 要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 出发前也要出示48小时内检测阴性证明 船上全程要携带追踪器 邮轮公司说 这次旅程未有出现阳性个案 不用启动追踪措施 并且会持续检视情况 再调整和改善现有措施 而启德邮轮码头负责人 就希望改善码头附近的交通设施 方便乘客 邮轮码头附近有很多吉地 我们希望可以开来做一个停车场 的士业界朋友开会 解释一下未来的营运模式会是怎样 当然我们都很开心看到 加了一些大巴服务 现在大巴十分钟有一班去地铁站 都挺方便的 班志荣说 因应疫情最近有所缓和 期望政府可以分阶段放宽 每首邮轮人数上限 逐步恢复邮轮业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